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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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智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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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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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非常强烈的傷害 我出去看得到 Marvel 你拥驟心才具种URE 你赐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练完的衣服的话,上师融入了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行事,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古地极难得如宝显品舍,能读菩提心,能读菩提心,能读菩提心。 古当西斯比基,他这里就是说,因为作为大菩萨, 他的福德力感着,然后修持大安人,修持大安人的话, 所谓的危害他的缘恨的敌人,这是相当相当的难得。 即使有些野蛮的众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众生, 那就是被菩萨的悲心说感化,而消失了所有的忏悔心。 所以真正的大菩萨在他的处境当中,范围当中, 很难得到真正危害他的众生,危害他的这种人,因此非常的难得。 就像是如意宝能赐给一切饮食自具的如意宝,在世间当中也是难得的。 尤其是前世没有积累福报的一些贫穷的家里,出现圆满的如意宝,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真正行持菩萨道的这些人来讲, 应该在菩提道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怨敌,非常难得。 能祝愿菩提心的这种怨敌,应该说是非常的难得。 因此当我们受到了别人的损害,遇到了别人的谴责的时候, 应该以欢喜心来进行对待,以欢喜心来对待。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说了,说是 若闻他人知恶语,知知菩萨,生欢喜。 如果听到了别人的对恶语众生,或者说是对我进行毁谤。 那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作为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应该以欢喜心来对待。 那么自古以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传记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并不是没有遇到一些苦难、违缘,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每当遇到违缘的时候,就会转为道用,就把敌人看着自己修行的助缘。 结果依靠敌人的力量和自己的发行力量,而组成了菩萨的这种殊胜因缘。 因此,浪日唐巴尊者也是这样说的吧,当目睹一些恶劣众生,他们遭受罪业,遭受痛苦的时候, 我应该至于如意宝那样,以正安心来对待众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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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面就是将敌人和我共同修成了安忍波罗蜜多。 那么我们都成为殊胜安忍的这种因缘了, 所以说我首先,应该就是安忍的功德和果, 先奉献或者是回向给所有的敌人。 因为敌人也是我修成安忍波罗蜜多的最殊胜的一个因缘的缘故。 那么这种修法,我们也是从理论上可以先分析, 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些怨恨的敌人, 他通过无力的毁谤或者是一些平白无故的进行加害。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以正知正念来设施自己的相续, 然后修持这个安忍波罗蜜多。 修持安忍波罗蜜多的现在这个功德也值得分析, 其实这并不是依靠我的修行能力, 我如果没有发心,没有修这种忍辱的话, 当然我的功德,这份功德也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仅仅是我发一个安忍之心,能不能这个功德成立呢, 这也是不可能的。 光有一个种子,没有水分涂料的话, 那会不会产生绿色的妙眼呢,这也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怨恨的敌人, 他也是在修行安忍不可缺少的一种因缘。 如果当时他没有加害,他没有在我面前出现的话, 那么我修安忍的所缘缘的对境,根本不存在。 既然这个对境不存在的话, 那么依靠他而产生的安忍的功德, 这个殊胜的果,也是无从谈起。 因此说,那么这份功德, 应该从客观的、公正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其实敌人的的确确也是有一分,那么我也有一分。 那这样一来,我们共同,现在世间人所谓的 什么工床未来的美好,我们工床说是安忍的功德。 这个例如耳朵有那个异点的意思, 我实际上为他们肯定还有我们需要持续功德统的 bur歌曲作丙利opp了。 好吗,我跌尼 лес带来 dondeusta呢? 很好所以那些人已经防止了呢? 大哥,我该怎么搞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一个颂词 就是断除上面的有些道理 有一些迷惑或者是一些疑团 就是要揭开这个疑团 唯吾诸人想谷敌非应供 则也不应供正法修善因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 我们修安忍的功德 应该先奉献给怨恨的敌人 回向给他 就是这样就讲了这个道理 但是有些人认为 觉得这种道理是不太合理的 为什么呢 怨恨的敌人根本没有想帮助 让我修安忍的这种想法 如果有想法的话 他也是好心好意想帮助我的 可是怨恨的敌人 他从来都是没有想 我今天进行加害他 他可能会圆满安忍波罗蜜多 将来就让他成就等等 这样的这种好意的利他之心 绝对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凭什么道理 对怨恨的敌人 所修的这些辛辛苦苦所散来的 这些功德 善根全部都回向给他 这是有点不合理的 不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 这样就想的 那这种想法从一方面讲 我们也是承认 确实是怨恨的敌人以外 也没有想帮助你 想绕阴你 这种想法都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 仅仅是帮助你 绕阴你的想法没有 所以不应该对他进行供养 如果真正是这样的情况 不仅仅是怨恨的敌人 应该我们用智慧来详细分析的话 那世间当中很多的法实际上是没有饶益之心 没有这种分别念 但是我们经常也是作为供养的对境 这种情况是会存在的 比如说 无人大师释迦牟尼佛所宣示的 毫无严害的这种教法和正法 三章十二度的这些千金万轮 那么每个人作为一个佛教徒都会毕恭毕敬 都会供养 恭敬顶带的 还有世间当中人们特别恭敬的佛像 菩萨的像 以及佛塔 舍利等等 这些应该说在我们世间当中是 只要有信仰的人 只要有了知佛的功德 威力的人都会恭敬的 都会供养的 可是这些有没有分别念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分别念 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 如此饶益力分别之心的缘故 不说说我们佛经 包括佛陀 佛陀也有观经典当中 也这样讲 获得佛国以后所有能取所取的分别念 全部消于法界当中 那这样我们对释迦牟尼佛 也不应该供养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饶益我的 像我们母亲帮助 儿子那样的自作的心 就是没有的缘故 所以说 如果这样一来 那么我们所有的三宝所依 都不应该值得供养 有这种过失 所以说对方所提出来的英文 完全是一种非议的 不应该是一种非议性的 还没能够到以前的弹性放下 为什么 这样子 不应该跟文账 在负责上那样的 你大家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 我们我的在负责和 你们这就是 不是不应该 你没问题 这个事 能够在负责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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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真法虽然没有想绕于我的分离面 可是他不会加害我的 他简介地绕于我 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 因此敌人跟真法哪里是相同的 不应该相同的 你千万不要认为把我的金刚经和我最恨的怨恨的敌人两个相提评论 我对这个金刚经是恭敬有加 而对怨恨的敌人要如此恭敬的话 那可能我还要考虑一段时间 到时候再给你添合同 下面就回答这个问题 如如如一律我 那么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周围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就像是 妙树灰春的生意一样的 大家都非常关心我 无为不知地对我进行照顾 那么我们对这个 谁求安生啊 所有的人都变成菩萨 变成佛陀 变成我最可爱的母亲一样 对待我的话 那我的修安生波罗密的话 那没办法修出来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功德 它也是依靠不同的这种对境 或者因缘当中才可以产生的 就像不是的功德的话 那么应该有一种可怜众生 乞丐 贫穷者等等 如果这些没有的话 那这个不是的功德无法生气的 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我们 安生波罗密作的来源就是怨恨的敌人 怨恨的敌人的这个因缘 如果不具足的话 那么安生的这种修行 根本没有办法的 未经认为我们就可以玩 这种修行 像是有的 我现在的准备 想要对? 中文字幕彩就是有这是 我想念事 好啊 零如果想念事 因为我能不能和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正法 那么敌人由于嗔恨心 非常的强烈 就是依靠敌人的 这种嗔恨心的强烈 或者是他的恶心的 这种侮辱和羞辱 我的安忍的心 越来越可以坚强 就是越来越往生 所以怨恨的敌人 应该是修持二人的因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他跟正法没有任何差别 虽然怨恨的敌人 有损害我的心 还有没有饶益我的心 有很多不公的特点 但是我们在这里 不是要判断这些事情 我们并不是说 到底敌人有没有害心 到底有没有饶益心 这个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的 对我来讲 什么是重要呢 我现在发愿的什么呢 就是要想获得成就 获得佛果 获得佛果的过程当中 对我哪些是孙缘 对我哪些是外缘呢 那么在修安忍的时候 应该说 敌人是一个最好的孙缘 如果没有他 那根本我的安忍是不能成就的 而且如果我的修行 稍微有一定境界和能力的话 那敌人的嗔恨心 越来越强烈 他对我的亡假诽谤 或者是进行加害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我相续当中的慈悲菩提心 也是越来越增长 就像是在牧密的森林当中 如果造火了 那个时候所吹的旷风 越来越大 那么火焰越来越增长 同样的道理 修持安忍的人来讲 就是他遭遇的痛苦 越生的话 那么我相续当中的 这种安忍的心 越来越大了 这样以后 任何人也是不能摧毁 我相续当中的安忍之心 因此我们应该在修行过程当中 根据自己的能力 就是看看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能忍受什么样的安忍 这一点首先也可能 应该自己有所准备 这种是雷年你是一种你是一种新的 这种自然之间 但是不怕你还是一样的 我也是一种能力当中的部分 也可能会有多好的行为 可能会不会有所谓的 那一点也可能会不会有所谓的 时间了也可能会有所谓的 但是你能感受到变成端 我也是 ü逊子 你也不能承受 你不信心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看一个颂词 建立众生与佛相同 这是用 当然这个课堂上面有不同的案例方法 但这里是首先用教证和教证的意义 就是成立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教证 本师牟尼所 身佛 身佛天 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在有关的一些《摄政法经》等 有关信件当中 这样说的 所谓的众生要获得佛国 依靠殊胜的两个佛天而获得 那么殊胜的两个佛天 是什么呢 一个是佛陀 佛陀的佛天 还有一个就是众生的佛天 其实众生的佛天跟佛陀的佛天 这两者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下面也会讲的 只恭敬佛陀 不恭敬众生的话 不合理 我们在这里 佛陀在《摄政法经》当中 也是说了 众生之天就是佛之天 而佛之天当中产生佛法 他这里佛法是指的是 佛陀的十八部供法 当圆满的这些供乐的法 这些供乐的法 全部是依靠众生的天 还有依靠佛的天 这殊胜的两道天当中产生的 就像我们农民的庄稼 就是依靠农夫的供服 还有在殊胜的两天当中 可以生长一样 因此我们应该想到 众生非常难得 可贵的 很多学佛的人不是这样的 对佛陀很恭敬 但是众生知之不利的 看见众生以后特别生气 特别讨厌 那这样的修行人 真的修不成的 是因此您 catal心的挑战 您是对佛陀的所谓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最开始发心的时候 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然后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时候需要两种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怨众生 以慈悲心怨众生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这些众生让获得福果 所以佛天和众生天不能离开的 然后我们发了心以后 就开始三个二生集结当中 就是行持六度外星 六度外星当中 我们刚才说讲的那样的 布施波罗蜜多 持戒波罗蜜多 安忍波罗蜜多等 很多的六波罗蜜多都是依靠众生而产生 众生没有的话 这些波罗蜜多不可能产生的 然后还有很多 就是对佛陀供养 对佛陀生信心 对三宝供给等等 也有佛天的一部分 如果这两者佛天没有的话 那么六度外星 不可能圆满的 那么最后获得佛果的时候 那么就是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实际上是佛的唯一事业 如果这个时候众生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佛没有工作了 佛没有什么事情做的了 中间就是六度外星 最后成就佛的事业 都是不能离开众生 所以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 所说的原因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在《清静佛缘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 我曾经依靠佛天和众生天 获得圆满的佛法 获得圆满的无边的佛法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曾经在引导 修道的过程当中 既要依靠众生的佛天 也要依靠佛的佛天 依靠这两个殊胜的天 我的六度外星圆满了 最后获得了 就像我现在这样 佛陀当年现在的 所有的这些无边无际的功德 所以说 我们大家在修持 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看见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 对他生起悲心和安忍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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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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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